中研院的彭保羅副研究員 那我們接下來請中研院的彭保羅副研究員 大家好 我 這個研究大概是從去年一月 去年一月我回來台灣進去中研院社會所 開始關心的議題的理由 是因為之前我在監督RCA跟中研院的兩個案子 然後就看到兩年前 張春輝律師跟當地居民有告台書 覺得蠻有趣的 一個原因之一是跟RCA的一個很大的差別 是被告公司還在運轉 因為RCA很久以前就關門了 然後中研院也是很久以前就關門了 所以原告就雖然人不多 他們很勇敢地去面對那麼大的企業 我覺得是令人相當好奇 所以我簡單地報告一下 就是從去年開始 我跟我的助理開始監督這個 這個樣子 我們是訪問人告 希望多了解他們的動體 就是他們的motivation 到底是因為剛剛黃老師有提到 就是之前不是很相信台灣的法律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台灣的法官 或是台灣的女士 或是台灣的... 什麼是法律嗎 簡單地說就是我們在開庭的時候 旁聽的感覺 然後就我們訪問原告的一些 我們都完全的一些結果 我第一次去報名廳是去年3月第一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 詹晟慧律師 後來就變成環保副署長 所以這個是他最後一次的改廳 這個時候原告 來旁聽的原告根本不多 大概就有兩三位而已 詹晟慧律師就變成環保副署長 要等到八月季才會有第三次開廳 那之前我們詹晟慧律師就跟助理去訪問原告 之後就... 欸!突然人變成比較多了 所以有一個原因 我不滿意說 就是我們訪問原告的時候 我們有問他們 因為我們想多了解他們 對這個案子的興趣跟motivation 但是後來就變成... 我們就發現 其實... 大多數的原告不知道他們有權力去旁聽 然後... 我們自己很驚訝 沒想到原告不知道他們有權力去旁聽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鼓勵他們去旁聽 後來就... 人就變成比較多 那... 呃... 然後... 對... 我們就發現 大概原告不去旁聽有一個原因 但是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聽不懂 呃... 不只是因為江國語 他說是... 是台語唯褲 所以就是... 但是凱晟的中文 其實我自己有困難 這個不只是... 不只是國語跟台語的差別 是... 呃... 就是... 呃... 對... 後面是不好意思啦 這是... 法律... 就是旅士講的中文 跟一般的台灣人講的中文 但是... 差很多齁 所以... 連... 就是聽得懂國語的人 也是... 還是有困難的 所以我就請那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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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開進之後 就簡單的跟原告說明一下 就是... 就是... 大概今天凱晟的... 重點在那裡 所以... 所以... 像原告蠻... 蠻... 蠻高的信念 這種說明 呃... 然後最近的一個... 很大的改變 我覺得這是... 呃... 環保端提 就是... 台北跟其他地方的環保端提 綠毛還有待人圈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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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氣氛有... 有很大的印象 呃...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 法庭很小 呃... 呃... 基本上是... 呃... 呃... 法官只有一位 這個是問題 就是... 呃... 呃... 比如說RCA跟... RCA有... 有三位法官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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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四位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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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來邦庭的人 大概...呃... 最多... 不能超過二十多個人 所以...呃... 地方很小 所以... 我第一次去邦庭之後 黃御師跟我說 欸... 保羅你來住 那個法官應該有看到你喔 然後呢 我不知道 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 我覺得那個環保端提來邦庭是比較重要 呃... 呃...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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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法官是當體 當體的人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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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天,他就是依賴,一直依賴專家,expert 他比較不在乎遠高本人來說明 所以雖然他是希望有一個永百化的說明方法 但是他不要遠高自己來說明他們為什麼要高入侵 而是他要有legitimacy的專家來跟他說明 即使是說壞話的話也可以說是因為他很懶惰 他只是希望有一個專家來幫他決定這個案子 我是這麼看 去年的一次那個被告律師一直在提到 我們是被告律師有五個公司 然後他們一直有,我覺得是一個好結構 他們是說,你們對方的員高,你們要說明 我們的是哪個公司有怎麼樣的汙染 所以他們不願意他們是一個团體的被告 被告團體 但是這個是好結構 今年一約有報到,就是一約初 對,一約初 那個六七就是寶怪胎書 有很多的那個假的證據 這個有報紙上 然後那個原告黃律師有提到 像給法官上看 然後法官拒絕說 哦,我不看新聞 他的意思是說,我不想看你 你帶來著這種媒體的草 這個跟法律 我們是來做法律,不是看新聞 那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法官不看新聞 但是新聞會不會看法官 目前為止台灣的媒體 不是很關心這個訴訟 那如果台灣的媒體開始關心這個案子 可能會有好處 就是這個案子會變比較 就是像今天很開心有那麼多人來參加這個輪彈 但是可能也會有一些負面 就是說那個友情會更關心這個案子 可能會不會給原告更多壓力 就是各種各樣的壓力 這個我們可以討論 那因為時間可能不太多 所以我們這個 訪問率已經講不夠了 那我們訪問員告的一些結果 對,所以 所以 你有講話講嗎? A組跟B組 OKOK好 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 癌症最多 但是不只是癌症 又就是各種各樣的疾病 所以那個 因果關係真的很複雜 這個 黃律師有講過 所以我們是關心的是 原告這麼看自己的 有怎麼樣的風險感知 因為黃律師跟教育背後有關係 但是我們不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令我們最緊要的一件事 剛剛黃律師有說明 就是可能這個是他們告訴台書的最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好像他們的孫子就變成愛症之村 就是像 我們常常聽到那個中國的愛症之村 其實 呃 台西脈療這些地方 也變成台灣的愛症之村 他們不會這麼說 但是 你聽到他們的 呃 經驗就很像這樣 但是 愛症 對 他們 愛症這個 這種疾病的感 呃 怎麼說 那個感覺可能有 有歷史上的改變 以前他們會覺得 愛症是 因為功德不好 才會有這種疾病 現在不是這種 現在是 呃 好像是所有的人 呃 除了除了意外 除了比如說 那個 車禍以外 社會 就是 精神的 最後一個很自然的 失望的方法 就是愛症 他們有這種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蠻大的 因為就是在台灣就是 如果有 呃 就是 呃 怎麼說那個 長逸的方法 就是 在家 在家對面會有 有這種很明顯 就是大家可以感到 有有 今天有人 就是 國事然後 而且是一個月 有有這種 就是 我們在法國沒有這種 呃 呃 呃 所以 呃 我們就可以理解 就是 呃 色旺就變成一個 看得到的一個 一個社會邊界 那另外一個 就是 也不可以說是 經濟發展 但是 就是 就是 莫名其妙的經濟發展 就是那個 呃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家屬站 就是家屬站 蠻多了 那第一次我 我第一次去台西 我就有點緊要 呃 我還沒有機會去訪問那個 家屬站的老闆 但是我很想跟他們 聊一聊 要多了解 他們的生意怎麼樣 但是 起碼就可以感到 蠻多了 因為大家都 不敢喝水了 就是 然後那個 剛剛黃老師有提到 那個 呃 可能這個 呃 當地居民高胎數的 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健康問題 但是另外一個 呃 在英國關係上 目前不是這個 輸送的重點 但是我們 呃 呃 就是那個 經濟上的 損害 欸 那個 蛤蟆 蚵仔 這類的 西瓜 等等 然後一個 然後一個 共同的經驗就是 呃 那個味道 又進來的 味道 呃 呃 因為原告 有的人 呃 呃 兩個鄉村 但是有一些原告 呃 住在台北 還有高雄 呃 呃 呃 我們就發現 他們有不動的 呃 呃 怎麼說 不動的 motivation 然後不動的那個 防線感知 那可能也是因為 就是住在 呃 就是鄉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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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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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登高 七年才會有地方法院的版學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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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意思 但是我 我不能跟他們說 就是那個 對這個訴訟可能不要 有太大的期待 因為就是起碼要等很久 才會有一個效果 但是我覺得這個訴訟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效果 是 如果有一點我可以當法官 我會這麼判這個案子 沒有這個不是我的結果 我的結果是說 很重要的是 我希望 因為目前那個訴訟 原告沒有提會 發言 然後法官很清楚地說 我不想給就是 因為原告的律師已經請 法官的原告一個提會來作證 但是目前法官不要 那我覺得 我們可以要考慮 我希望我們可以想辦法 怎麼 改變這個法官的 法官的歹督 因為 但是起碼目前 這個訴訟對原告有一個 很好處 很有趣的一個印象 就是原告就慢慢地發現 他們有 這個訴訟不只是律師 不只是法官律師 跟專家的事情 也是他們自己 所以就是我們社會學教會講 那個agency agency 是很不容易的 一個不會馬上會有agency 就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一個過程 但是起碼我在這一年的過程中 我有看到就是原告有慢慢慢慢地改變 好 謝謝大家各位 謝謝 謝謝 其實六親的訴訟更難打 可是你看保羅在這個現場 那那個就是說 其實帶給法官 這個就是一個還蠻大的一個震撼 那他也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在地方這種就是說 另類的經濟成長 這個葬儀社 忽然就覺得說好像也是一個 是一個在當地忽然是一個蠻蓬勃的 這樣的一個行業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講完了這個六親的訴訟 從律師 從這個原告 還有從這個譬如說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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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